我們現在目前現在最新的狀況 因為外界有一些不實的訊息 我想在這邊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也麻煩幫我們轉告給社會大眾 目前我們已經確認身份的有26位 26位當中呢 已經有15位完成香葉了 因為他們都有家屬來指認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確認身份的原因呢 是因為大多數的肢體都不是那麼的完整 我們現在包括現場已經有20幾組的家屬 他們採集的DNA 為什麼要採集DNA 就是因為連他們也沒有辦法辨識 我們現場的這些遺體 沒有辦法辨識是不是他們的家人 好 那因此呢 我們現在對於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辨識的部分 不管是遺體的部分 我們就採DNA 沒有辦法確認他的家屬是不是在這次罹難者的 但是已經有到現場的家屬 我們也完成了DNA的採驗 這些DNA的採驗呢 我們現在已經出發 分別送到刑事警察局 還有我們法醫研究所 將由這兩個單位以最快的速度來完成DNA的比對 是 那現場不知道媒體朋友你們還有沒有什麼疑問 請問一下檢察長 關於這個理性工程廠的負責人 他目前的偵辦進度狀況如何 這一件呢 本來在基於偵查不公開 我們是沒有辦法跟各位來做說明的 但是因為它實在是一個大家社會很矚目的案件 我們目前是在申請羈押中 目前申請羈押中 今天晚上最快今天晚上就有可能會獲得這樣嗎 羈押是由法院來決定的 是 那我們會跟法院方這邊來聯繫 那我們這邊會 我們地檢署的作業都在持續的在進行 那我們需要 為什麼會時間拖的比較久 那是時間大家覺得說比較久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是一個重大的災難 重大的災難 那這些遺體它是很多是殘缺不全的 我們沒有辦法在沒有比對完整的情形之下 讓任何一位家屬領錯遺體 或者是把一些不屬於這個遺體 或者是可能是這遺體的一部分 讓他先做處理 是 所以大家會誤以為說我們進度緩慢 其實沒有 我們在裡面都已經完成初步的DNA的採驗了 就有關於遺體的部分 是 你會說目前在裡面資源的人 那安全 非常的多 是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直接告訴你人數 但是我們裡面的 有包括我們見識組的人員 有包括我們刑事組的人員 我們的檢察官 法醫師 還有這個檢察事務官 書記官 這一些人員都是夠的 我們現在最大的努力的部分就是在於確認死者的身份 所以今天晚上會持續下去 我們會持續下去 沒有時間的限制 我們會把事情做完 務必呢 我們希望這分兩部分 一部分呢 在這個有關於死者遺體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 今天一定會把它給處理 但是會處理到幾點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在盡快的處理 那有關於現場的部分呢 也已經包括地檢署的檢察官 還有我們道安會的 以及我們刑事局的這個監視小組 我們花蓮陷阱局的監視小組呢 也都完成了這些初步的財政了 所以這另外呢 我們就這個嫌疑人的部分 也有檢察官 有另外一組的檢察官 他們在處理了 是 所以說現在就是20組的人 他還沒有辦法確認說誰是死掉的 我不敢告訴你說 不敢確認說是不是20組 因為現在裡面的遺體的部分 不是那麼的每一個都是那麼的完整 好 那所以我們會隨時的 如果有可以很確定的訊息 譬如我剛才跟你們報告的 26個人完成身份的確認 已經有15位的家屬已經都認 已經來做完筆錄了 然後也確認了 像這種已經很確定的事情 我就會告訴大家 好不好 DNA部分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 這個可以報告可以出 可以幫助人 DNA的部分 我們我剛才講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我們刑事 花蓮市刑警隊的這邊 還有我們刑事警察局的 刑事組的這邊 已經把這個DNA 現在已經在回台北的路上 我們分別送法醫研究所 死者的部分 家屬的部分 送刑事警察局 這邊來做鑑定 做DNA的鑑定 那我們會盡快的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完成鑑定 不會像外界所講的說 要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 不會 我們應該會在一兩天之內就完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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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